109年社区林业计划日月村一大哨传统工舰延期班 在经过长久的时间后 日前终于举办成果展 学员们不但习得传统工舰的制作技术 也展现出丰硕的成果 实现的议员也期望借此能够传承传统记忆 一大哨来举办社区林业计划的成果展 他们都感觉到非常有心得 也非常用心的参与 我们也希望能够传承学习 我们这个在地的 特别是我们少主生活记忆 让他能够从学习当中去产生兴趣 然后将来能够生活化 值得老师也表示 学员们相当认真地在学习 办理这样的活动 除了能够让学员们学习到传统技术外 更重要的是培训在地的工匠 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每个礼拜三下午也很漫长 所以所有的学员真的非常的努力 都很认真 而且他们这个一大哨部落 每个人都很团结 目的也达成了 什么叫目的也达成呢 就是把这个弓箭的传承 也是在他们部落里面造就了储备的工匠师 以及教练等等 这是非常我乐意所见的 所以也很感动他们的团结 都很努力 轩云也表示 先前都是向别人购买传统弓箭来设 但价格不菲 而在自己亲身体验制作过程后 才了解到其实一点都不贵 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一只工啊 是很不简单的 从一个木头慢慢的去做 做到平成一只工 之前我们都是给人家买工跟建 买工跟建的时候觉得 怎么那么贵啊 结果自己做完的时候才知道说 一只木头做到变成一只工的时间那么长 整个都是皮先拔皮 再磨工 再弯弯的找出一个中心点 做出来真的很不简单 总共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慢慢的把它做成这个成品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学习到 就是制作传统弓箭的技巧 虽然课程结束了 但学员们不但有丰素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学习到这宝贵的技术 史青龙议员也期望 能够有更多人来投入学习 共同来将这宝贵的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记者邱平易于是采访报导 优优独卤